霹雳渔船业者控诉印尼执法单位在过去半年 无理扣押17艘渔船 导致业者蒙受数以百万令吉的巨额亏损 多名业者异口同声要求政府介入 协助他们取回渔船 还有释放那些无辜被牵连的渔船员工 霹雳多名业者和渔民昨天召开联合记者会 申诉印尼执法机构在这半年里 多次强行扣押我国渔船 最近一次是在上个月21号 霹雳渔船在马印边界海域的半路雨 以东37.4海里处捕鱼作业 结果对方不分青红皂白 把渔船强行拖走 业者透露短短半年内就有11艘半岗渔船 3艘班台渔船 2艘班落岛渔船 以及1艘来自双礼佛的渔船遭无理扣押 印尼当局至今不曾归还供值2000万令吉的船只 其实早在2015年 2016年以及今年2月 当地渔民面临同样困境 这一次已经造成超过上百万令吉亏损 船员还被扣押在印尼 渔民再次强调 他们正常作业没有违法跃进 尽管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 但至今依然没有下文 业者促请政府介入 替他们做主 向印尼所回遭扣押的渔船 以及释放所有无辜的船员 资料 born 费 冻